新年後有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宣布了葡萄牙的傳統音樂 一位人士 Carlos de Carmo 很不幸地逝世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花道歌手 如果想知道什麼是花道 我可以給你們一些照片 是很傳統的 不知道你們來葡萄牙旅行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花道 是很悲傷的音樂 當年是漁夫的妻子 呼喚他們丈夫的心聲 歌的種類 當年是一個非常傳統的音樂 這位人士由六十年代開始唱 在葡萄牙政府宣布上星期日 是全國的哀悼日 因為他的世世 他去世幾個小時之內 很多哀悼的信息 由不同的世界各地 由社交媒體都湧入來了 Jason & Margo Foundation 他發表了他已故的 諾貝爾文學獎的聲明 他也強調了他的道德修養 有很多出名的人士 也讚賞了他的輝王的成就 是一位歌手和書店老闆的兒子 他在音樂中尹養著的生命 直到六十年代才開始他的音樂生涯 由小時候 父母建議他離開尼斯本 去瑞士讀書 學習語言和酒店管理 到了1962年 他回到尼斯本 他幫他媽媽打理這個花道酒吧 一間所謂的花道家 由那時開始 他把他本身的工作拋棄了 全職投身去音樂裏 他發行了幾首非常出名的花道歌 他的事業在七十年代 葡萄牙面臨一個非常複雜的 政治時期 他與斯特多夫政權 即是當時的所謂Fascist政黨 是有分歧的 他亦與所謂的反對者合作 可以說 如果是香港人來說 他是一個黃色的支持者 除了一年過去之後 花道開始失去了 在廣播和電視上的曝光 但他仍然鼓吹這個花道音樂 在葡萄牙來說 他對於花道音樂 穿揚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我們香港還有些命令 繼續支持大喜 第二個新聞 在葡萄牙一個歐洲的檢察官 竟然他的CV 即他的簡歷 提供了虛假的訊息 這個新聞說 歐洲檢察官的簡歷 是有一個虛假的訊息 他本人的CV 是說他自己在某一個政治部門做過事 其實是完全沒有做過事 他那個政治部門是管察最嚴重的罪案 原來是一點都沒有做過事 他就把這個CV發去不同的國家 在歐洲的不同的國家 他還不止是真的跨大了他的工作能力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也錯誤地申報 在20年前 他負責調查和控告的領導職務 事實上他只不過是裁判中的一個裁判官 我們的總統Marcella 他也提到這個醜聞 暗示顯示了一個很可悲的疏忽 而反對黨領袖李若 也說得到我們的極端極端的反對 真看來對於這件事件的醜聞 有很多不同的政治家都在指責對方 也沒有人想說是負責任 檢察官辭職之外 也沒有找到究竟是哪個負責官員 令到這個CV流出 有三千多人現在住院 也有五百多位在重症的監戶病房 自從葡萄牙有九萬八千多個個案 創了新高 新的每天的最高病例 由周三開始有這麼多數目 他們現在的總統 也在慎重地考慮 要重新的一個lockdown 就像之前一樣 當我們剛剛有疫情的時候 真的所有的店鋪都關門 下個星期二就會宣佈 他昨天也走出來 我們的總統也說 應該仍然想堅持把學校開著 但是其他的店鋪、食事、餐廳 也很可能會關門 最可怕的時候 現在就是住院率和上升 其他的病發症都引起 因為這麼寒冷的天氣 現在真是我們葡萄牙的醫院 是承受不了這麼大的壓力 床位、空間 還有都不夠醫生 都去應對這個病人 最可怕的就是 他們已經 我看著 每天都看這個新聞 是說他們 已經在醫院不夠床位 如果某人 再去染病的話 要去進入深切治療 未必可以應對到 每一個地方都已經滿了他們的政府醫院 第四個新聞 就是講到我們的天氣 這個星期真的很寒冷 你看著我戴著項巾 已經看到了 就算 因為真的 我們現在的溫度 和英國的溫度 都是相互 所以 尤其這個週末 氣溫持續下降 在尼茨本 是差不多一度 最高的溫度 是九度 夜間溫度 就一度 就是差不多 就是下雪了 雖然我們有個藍天 就不要再下雨了 但是 真的非常冷 我鼓勵大家 真的穿多些衣服 我不只穿多些衣服 也買了一些電皮 電爐 因為始終 我在英國 習慣了有 中央暖氣 葡萄牙 是不流行這件事 也都是 據說 很多人都跟我說 是很少很少 發生 凍成這樣 希望 就會 開始 和亂 天氣的問題 直接影響疫情 第五個新聞 應該也做到 沸沸騰騰騰 就是 現在說 這幾個禮拜以來 葡萄牙一直都在選舉 最近 昨天 剛剛發表 Marcelo Sosa 之前上屆總統 仍然會接任 下一屆 他們只可以連續兩任 每一任都有五年 最近 我也很緊接 去看他們的新聞 看他們的 debate 他很有趣 Marcelo Sosa 是非常受歡迎的 我們的現任總統 他看到 星期四的時候 他的得票 都佔68% 有八個候選人去參加 第二 第三 那個 受歡迎的候選人 叫做 Ana Gomez 和Andre Fatura 簡要我們給他們說明 哪一個是Ana Gomez 這位女士 她是一個律師 和外交官 我看見她的風格 亦都是比較和愛 我覺得她都幾 可以做到一個信任的政治家 以我很有限的認知來講 我覺得她都可以的 我看她電視上的訪問 都很得人心的 但反而 這個Andre Fatura 他是支持這個政黨 叫Shiga 我看見她的新聞 有很多不良 或者是不太受歡迎的政綱 我都有點恐怕 她將來會繼續候選 因為她說的話 都比較 就是 柔派 以及 比較 刺激性 例如 她鼓吹死刑 鼓吹 去 斬絕所有 外來人士 來葡萄牙 意思是 她非常反對新移民 他們所謂的吉布賽人 她是很當眾地去批評 那些吉布賽人 有一點種族歧視 幸好我們的Marcelo Sousa 是贏了的 明天她就會去一個蛋糕店 宣佈她的選舉 是贏了的 這個年滿72歲的Marcelo Sousa 是非常受歡迎 她得票 剛剛 她是代表PSD黨的人士 好啦 今天先說到這裡 希望你們 大家身體愉快 還有保持身體暖和 那好 先說到這裡 再見 不要忘記 按讚和訂閱我們 再見